大家好,我是Paris 12月29日是沙田日赛 是2013年最后一个的赛马日 如果大家想留个美好回忆 在年底取得美赛的话 大家不妨用Raisy Minator 来帮大家避震深水尝试吧 我跟大家分享 是第十场第二班14米赛事 4号马赛约汉马房的飞映 是来自澳洲的指购马 这次将会首次在香港上阵 它在澳洲三战全盛 并未逢敌手 加上能力和状态评级 在这场来说也算是机会分子 不知道Raisy Minator 怎么看它的真性机会呢 马上看看预演 这部机的时候出得挺齐 二档飞映出得最快 我当美丽之星光辉出击 川河猛区和垂河屏 很快站起来 好而稳 新希望都在前面来 中间顺利多也不慢 风花船月 饮食世界大力首位中有位置 接着还有真慷慨威武福星 在美那队暂时就漂亮得爆 幅度威威 开始进行这一弹 部速很慢 飞映美丽之星在前面拍着万方 光辉出击内档第三 好而稳 新希望开始想移出外档 外点舍紧位 还有川河猛区和顺利多 风花船月守着第八位 很定 后面饮食世界谁可拼都是 进来最后直路 前面飞映摆脱了美丽之星 领先两个马位 好而稳光辉出击 立即分从内外档杀上 新希望顺利多、川河猛区和风花船 全部走出外档冲 饮食世界还在习整条街 看他怎样追 最后200位 前面飞映仍然领先一个马位 好而稳当于追近 但我当冲得最的风花船 前面飞映有点转弱 这个时候好意找率先把他追过 外档风花船月也追上来 饮食世界在内南冲得很劲 不过太遲了 过了终点好意找第一 风花船月第二 饮食世界第三 飞映虽然大部分套程领先 但终点前几步无以为计 最后只是跑第六 表现没有预期那么好 接下来我的意见 和VCMNATO的分析有点不同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四号马飞映虽然刚才在月面表现一般 不过看他在澳洲以轻松姿态 大胜12米表列赛 技术性击到 适离金玫瑰錦标亚军 爱宾池 他的竞赛能力有可能被低估 状态方面 虽然飞映在底缸之后 只是参加过一课田草直老师集 但他的表现不错 现时状态应该比想像中好 另外飞映除了可以跟手在前 另晚后面角逐之外 亦可以自己领防 看回这次同场明显没什么放头马 而且他又排在二档起步 祖段有可能自行领防 对手方面 《风花雪月》是惯常采取 居中后想战略的马 这次排在六档起步 形势不错 与其他会采取最擅长的战略 祖段留在马群中间 正待机会 马上再看看 这一步的时候 二档飞已经应声达出 外当美丽之星光辉出击 穿河晚区谁可拼 一只嘎嘎声起来 好而稳新希望风花雪月 都在前面来 中间信尼多都不慢 饮食世界大约守在中游位置 接着还有真行跪威武复星 在未那队暂时比较好 幅度威威 开始进入这一回 步速很慢 飞映在前面领思四个马位 步速这么慢 很着手 美丽之星拍着光辉出击 守着二三位 风花雪月在外当开始动 之后就好而稳新希望 穿河晚区顺利都开始想移出外当 后面饮食世界谁可拼 还好地没动 进来最后直路 在飞映一旗就领先五个马位 看看后面的马怎么追 风花雪月不敢怠慢 已经上到来拍着美丽之星和光辉出击 好而稳新希望顺利拨出外当上 饮食世界还输了整条街 怎么追 最后200位 前面飞映仍然领先五个马位 风花雪月过了美丽之星 上到第二大还在输很远 好而稳当有点进展 饮食世界左穿右站冲上来 前面飞映跑来 对手看来可以赢赢这场赛事 过了点飞映第一 风花雪月第二 好而稳第三 饮食世界第四 想调教个人数据 避占深水长次如策赛果的话 大家记得登录以下这个网址 或者透过QR Code 免费下载Raisyman later